霹雳9个地区超过600名在政府地耕种养殖的农民 面对被州政府驱逐的命运 他们申诉如果禁止这么以来呢 他们会失去家园还会断水 所以要求霹雳州政府设立委员会 妥善来安顿受影响的农民 才收回土地出售给私人企业 要去了解当地是否有农民 我们接下来应该 假如有农民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 不能够这样随便随便就赶人家走的 一是美国生活 一是美国的安全保障 我们要求美国的安全保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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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结束了 这也会有问题的安全保障 9个地区的农民代表 今天在社会主义党率领下 前往霹雳州秘书处成交备忘录 给中国大臣拿都沙拉尼 大臣的特别事务官阿斯兰代为接收 在野古马表示 他们正在积极争取让大臣和农民对话 为了捍卫在政府土地作业的农民的利益 当事人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为农民提供20年的土地租赁 并设定条例来限定土地职工生产粮食农作物